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疫情放緩之下 又一位歌手準備開實體表演 歡迎Mimi 羅文中 Mimi 你好 Mimi 你好 Mimi 我知道你在疫情期間 其實做過不少網上的直播 這次終於來過實體表演 自己的感覺是否都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了 很興奮 剛才你說過 其實坊間應該有十萬個 我唱了九萬個 因為真的很開心 這次是一個很感恩的機會 因為有關的主辦單位 他可能看到很多現場表演 看到原來羅文中也是唱歌的 不如找他開實體表演吧 因為實在在疫情期間 真的沒有機會見到這麼多觀眾 這次有這個機會 可以面對面見到他們 其實很興奮 很久沒試過 那單方面 Mimi入行以來也有很多歌 會不會都想到頭都爆 反而不是 我不是唱很多自己的歌 因為其實… 我反而不是著重一些歌 我反而是著重每一個環節 譬如說是我做電台 我就跟李梓江每個星期三 都會鬥歌 我將這個鬥歌的情況 就放在台上實體做 現場做給大家看 我們鬥歌很好玩 好像每人拿著黃牌 看看你出什麼歌 我要帶你哪一隻 我請了幾位嘉賓 讓李梓江有一個秘密武器 那什麼嘉賓 我現在就不告訴大家 到時希望大家 嘩 這樣發授手掌 另外其實跟家人的相處 疫情期間一定是溝通多了很多 其實會不會說 隨之以來磨擦也有時候多了 不是說不幸運 或者是幸運 沒關係 是我先生因為去了內地工作 其實沒有什麼常常見 沒有什麼常常見 但是其實我們就算在疫情期間 常常見 我們也沒有吵架 可能現在上一年多了 其實我們已經收了火了 開場到時 老公會不會回來 現場支持你 他說 應該有可能可以回來 但是未知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的演唱會 他們當然是突然回來的 就是無端端回來嚇我 但是今次就看看 如果他能夠早點回來 他可以照顧到女兒 那我就安心很多了 另外Mimi 我知道你之前 其實一家人也有規劃 就是去移居泰國 那是不是也被疫情打亂了 是的 因為現在 那裡也疫情很厲害 還有現在 又會覺得 不如先安定了 尤其是因為我們 在疫情期間 其實工作量少了很多 就是收入少了 你要想一下 接下來你的生活是怎樣 那不如先搞定現在 其實我女兒也有近日跟我說 她也說 不如等疫情好一點 我們就過去吧 就是她自己也很想 她可能已經長大了 又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之前她也會告訴我 她說 我不捨得同學 但是我就跟她說 其實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朋友 其實也不用掛著誰 其實也很接近而已 隨時可以回來見 或者是其實通訊也很方便 她現在就開始會 可能明解一點 就說 不如我們現在準備過去吧 將來 如何去平衡香港這邊的工作 其實有事就回來做 因為都很接近而已 有事就回來做 如果休息就在那邊休息 是 這很感謝Mimi的分享 謝謝你 演唱會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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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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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